各位亲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嘉宏的自然解说 那么今天这番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对局 那么我是拿白的 一个人双方都是下新小木的开局 接下来左下一键地挂 今天走一个小尖试试看 那黑棋在这个局部 常见拆二啦高拆三都很多 实战黑棋是没有在左下继续下 右下去走一个点角 点角当然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其实好像以现代的布局来讲 你只要能拖线的场合 去点个角基本上绝对都是不太亏的 基本上都是不太亏 那右下我选择一个这个场好了 左上它是小木的话 确实争执不利 当然它是可以在这边去引个针啊 引针一手然后再拖线 还可以再下其他地方 当然也是有价值 但是就这局部来说 还是比较亏损 好那它走到左下去拆二 那这边看要不要立刻补啊 嗯 不立刻补如果挂角 当然也是可以 不挂角它会不会来一点极端的 譬如说它就直接给你这种反肩充什么去引个针 我看我就直接补好了 这个音量也很大 稍微调一下 左上它去地角了 其实黑棋也还算速度蛮快的啊 不过右下这边白棋是非常厚实的 譬如说我们这样一挂感觉右边都有点实地化了 不然我们就直接挂过去好了 它局部是要飞吗 飞的话我们可能在走到左边之类的 这里要不要去靠一下 右下我的针子有力 所以我去靠是合理的 这个起针子不利不太能靠 这个相关的针子是有好几个 针子有力应该我们靠是没有问题 譬如说外班啊 外班它就会牵扯到几个明显和针子有关的东西 譬如说我们这时候 场然后它如果针子有力它可以直接单场 假设我们这两颗针不掉那就比较尴尬了 那实战这个场合我们是真的掉了 所以还好 实战黑旗选的这个变化也还算合理啊 因为显然刚刚的场合 左边是比较大的发展方向 那现在等于说它把我赶到上面 这样子它再打吃完一沾 诶它没打吃啊 没打吃 嗯也还好应该也差不了太多吧 这边我是虎还是沾啊 这有点 诶这是虎还沾 不过沾的话如果它后续冲到这个 下一波这点方特别痛 我觉得我看还是虎好了 虽然这边会被刺一下 但刺这个好像相对还好 哦它直接冲了 直接把这个走掉那瞄准 等一下要压吗压完有靠 是后续手段 不过我觉得我懒得理它这么多了 我右下两边都蛮厚的 直接逼到这个是挺大 拖这个其实也蛮大 局部目数 不过这个夹 我觉得算不错 这个B柱我觉得它大的原因是下一步这个踢完再贴什么的 它这一块就比较局促了 后续还会受我收刮 它这边直接靠上来 嗯想要去寻求一个安定 靠上来 第一个先想有没有可能去反击啊 最凶的什么顶完断 或者是搬完打吃再爬 可以先去想有没有 有没有跟它PK的一个可能性 那当然如果不行的话 那你就乖乖搬再回来而已 也没什么 我觉得其实搬完站就还算可以满意啊 下面这个我也得不想 不过有没有可能搬完打吃再贴啊 这样更凶 哇这个 挺复杂的啊 我觉得是可以跟它玩玩看耶 右下我们人都这么多了 跟它PK一下 下看了啦 它这边 看是要单拐吗 还是 搬完站什么 我觉得好像单拐比较 比较好 比较好 对于黑器来一样比较好 对于黑器来一样比较好 单拐我是下什么 哦单拐我好像不好下 这样看来我这个 这个战斗也未必合理 因为我这个不沾 下一步它这个垂过来 蛮痛的 但是你沾了这边被帮人连班 就比较惨了 我看我还是走下边吧 因为这个去沾了帮人连班 打转沾一长 我应该是刮掉了 我应该是要长这个 长或跳啊 想说长可能比较有力量一点 它这个如果直接断完 想要夾住 应该比较过分 断完如果想夾住 我是冲冲冲 然后再打出去 它应该不太行 如果直接打完提掉 直接来一个打拔 这样我就算就长过去 它应该也不太好 所以它应该是会单打吃 单打吃我如果敢沾 单打吃我如果硬沾住 这是什么 哦不过现在看这个期限 我觉得一开始 好像还是有点太过分 我觉得其实就内班就好了 内班完沾住 只是人家都靠了 就觉得有点不太想要让它 顺它的意图 其实其实我是觉得 搬完沾住就可以 满意了 其实下面的 下面到右边的规模 还是算蛮大的 哇那黑旗选择从这边靠来 借用 这个好像也是蛮合理的 我如果敢搬它 我会怎么样 打吃这个 打吃完撸过来吗 好像还好 现在开始独秒 我这个如果硬沾住 它可能会先长这个 下不下去太大了 我看我先搬好了 如果能挖吃到这个 譬如说它现在下什么东西去这边打 我反挖吃它不见得便宜 所以它现在应该还是会走这边吧 这个不能被有抠吃到吧 这也太大了 它说它多了这颗就可以直接把我 吃掉 那就像我说 假设它在这边吃 就是让我们挖吃完下一步搬下来 我们的收获也还可以吧 它还是回来这边退 还是这边退比较合理的 下一步这边还是有个段 我如果直接打完贴它小间 好像还是蛮厉害的 但是我这边不沾也不行 不沾不行 一开始下这个下法 好像还是明显过分了 我这边打贴的 我看一小间 应该是暴躁 我看我只能下这个 打爬 打完爬 哇 再爬一个好了 我觉得它不一定会硬 哎 它硬了 那这样我就把它搬死 变成一场转换了 它拐吗 拐的话我再飞这个 其实我好像也还可以啊 就是还说了过去 它这边拐一下 只是多围的这一点 这个有点厚上加厚的感觉 不过再来我这一块 可能就要受虐了是吧 没关系就看一看吧 哦 点一下打右边 打右边哦 这我要跳起吗 还是干嘛 9 8 7 6 5 4 好算了我还是跳起 下一步要把它震进去了 所以 它应该是会 看要怎么出一下头吧 这边后续在压也是蛮大的 让这一块旗行比较舒展一点 哦它就简单的跳起 简单跳起 我要不要继续跳 我看我还是继续跳好了 9 8 7 这个还是大耶 下一步还是有震进去耶 那再来我们下一步这边也可以拦下来 飞一下 它尖我再拦下来 哦这样上面 也比较安稳一点 哦直接尖啊 下一步直接飞 有一个小堡垒 不过这棋 感觉不像好棋啊 7 6 5 4 3 等一下我用一次想想 这边我要不要点3 3 洗掉 点完爬 它藏我半山 不过如果被它爬到这 它整个 这边蛮强壮的 我看还是不要 我直接飞好了 飞完 逼外面 不过逼外面 这个要小心它刺完靠出的问题 是不是也不一定好弄啊 不过它这个刺也有点亏啊 让我这边粘后了 对它这一块 可能也会有影响 我还是先逼好了 不过我觉得它肯定不会这么老实啊 挡这个有点太老实了 应该不会 对啊果然是一秒吃过来 吃完靠出 那 这反击 不太合理啦 这边先问个硬手 啊算了 这裂完点一下 应该也还好 它应该就是会夾里面 应该不太需要问 很怕有点浪费劫财 它这个继续贴过来 难道是想要反 反弄我这块吗 我看我上面先稳一下好了 这边我先不顶掉 是觉得说有可能利用斑斩 斑完斩的 譬如说现在这样顶啊 这边有个傍晚断 哦这边怎么下啊 哇剩最后一次了 有点浪费 我看我是不是靠这个算了 这边应该是它比较薄啊 为什么它好像下的有点凶啊 我有点看不太懂 它这边骑行也有点薄 然后这一块也有点薄 结果它下的比我还凶 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合理 厚的地方只有这边而已啊 这样它这块是不是还是得跳 那我再靠出去 啊这边骑行都有点碎啊 9 像这边有断啊 7 这边顶完骑行就有点碎啊 4 3 2 1 还有两次独秒 它这块骑 还是说要直接就地握岛 走一个 不过走这个 显然眼型不是很 不是很扎实 我是可以点进去 当然也要考虑我自己这边的骑行啊 但是至少一定是有骑的 哇 这么狠啊 接着长 那我当然也跳 这个段它是想说打吃冲冲 这样我这边会烂掉所以 暂时先不会下 是没错啦 不过先看它右边怎么弄吧 我是顶住还是 顶住它有个顶的先手 5 4 或 欸不是它退也先手 那我应该退啊 哦 我只剩一次而已不能再乱用啊 飞哦 飞啊 飞是 我知道怎么下 哎呀飞好像也还可以啊 哇我脸不会下欸 这个 这是骑吗 有点不会下欸 能不能直接把它 尖断啊 还是冲断啊 哇这个骑 看要怎么办 如果你贴这个我直接要来咯 诶被打下去 诶被打下去 好像也不行 不过我就先挤一下 这边还是有断嘛 诶先挤一下好像也没什么用耶 刚才那个冲断它其实可以打下去 不过我这边各种打断斑完 就有点看不清是什么 他实战下这个 嗯 那就不用看了我就是冲断了 那这边它当然有冲断的味道 他先来断这个 啊他先来飞这个 我先煎好了啦 7 6 5 4 应该这个眼位破一破 他好像不太能火耶 不过他这个贴有先手 这个尖出来我就霜而已 好像没怎么样 9 8 这个贴 6 5 我应该不至于被他这块 这块被他反杀吧 下这个我就先弄下来 他有个贴的先手 活得了吗 这边尖也有点先手 不过尖我双的话就伤到这边了 有个斑 5 4 3 2 1 哦他选择用断的 那就是要这个长的先手了是吗 我当然爬掉 爬掉一路打 我局部是活的 他长不见得是先手 应该说长明显已经不是先手了 他这个断好像有问题 虽然我也不知道怎么下 但是断 看起来是不太好 啊这边尖出来好像也没有什么活路 贴是先手 但是还是活不了的样子 看能不能搬到这一下 搬到这一下再长 不过我还是靠死 好像没什么用 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打僵了 想不出来吗 这个贴也不是先手吧 诶 下一步有甲 那看来好像还是先手 5 4 3 2 1 不知道就看他这边怎么硬啊 啊 他用了这个 他用了这个我就双就好了 能冲出但是没有什么用啊 能冲出但是没有什么用啊 这边明显没有眼位 这就都照应也没什么 这也没什么 甚至你这个霜 你这个场我可以跟着霜了 你坐眼我小子冲完点 还是不活 跳下 飞一下这个 9 8 7 6 5 4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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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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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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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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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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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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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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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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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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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4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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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趕快跳出最要緊 黑棋還是來這邊各種利用 對啊 所以這個棋雖然大飛是補的比較瀟灑 看起來也很厚 但是人家還是有各種技能 包括這種點 哇 這邊點完打入 雖然白棋是可以拖過 看起來也是還蠻亂的 這個暫時這邊黑棋也沒有太強力的手段 白棋總是冷點 但是黑棋就往外跑 那麼白棋也往外跑 其實雙方都不太有時間再去搞這個東西了 實在黑棋這邊下的太穩健了 不過他這個長的時候 我這手也爬的太順手了 這個明顯不應該再爬了 這當然耽誤自己趕快把這吃掉 哇 這吃超大的 剛才本來跳出雙互跑的話 他這邊點過來還有打路 點過來還有打路什麼的 那這麼一吃的話 這邊變超厚 超厚一個很大量目數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手棋確實太急了 實在可能那時候下的太順手 竟然還多爬了一下有點誇張 他這邊如果拉出來的話 這個應該白棋是不太好的 還是跟剛剛一樣點一下跳出 那麼黑棋改成用這邊碰了 那白棋也直接拖先 趕快先搶這個 對啊這個後續這個班當然是一手大棋 但是在這個場面下 確實這個把他吃住 還是當務之急啊 那實在黑棋也有點順手 又跟著長了 這樣子反而被白棋佔據優勢了 左下白棋這個非常大 那黑棋只是這方先手拐下 但是這一邊他本來就已經很厚的地方 厚上加厚了 那白棋這邊是吃得非常愉快 所以黑棋虧了 那麼上面黑棋點過來攻擊之後呢 他馬上轉向右邊打入 這讓我覺得有點奇怪 這個我已經這邊把你點中了 當然槍口就是要往這邊啊 他居然槍口掉往右邊 那就覺得有點奇怪了 他可能想說 立刻小跳不見得能攻的到吧 因為我左邊也還有一些壓的手段 不過至少你還是應該先去做一些攻擊吧 他這邊立完點先問個應手 他這邊黑棋是用衝下的 不過這個衝下 其實就有點虧木樹啦 因為我這邊斑 我這邊斑他是不能打的 打的話變成他死光了 他只能夾在裡面 那我就可以先手沾回 這個木樹差蠻多的 他剛才黑棋如果是夾在裡面的話 這樣子我斑他是可以打下來的 這樣子我沒辦法這樣下 這樣白棋攻殺不力 所以我如果爬的話他還是可以擋 但是他為什麼他這邊的變化是用衝下 這個黑棋衝下也是有大學問 他意思是說 這樣子走的話 白棋這個立下沒有先手 你看我用斑圓沾 這個立下始終不是先手 你立的話他完全可以脫線 因為裡面4棋比3棋他還是贏 但是如果剛才黑棋是用這個的話 那這樣我爬一下之後 除了立以外 連這個小尖都有一些先手位 我後續有鋪進去打結 所以對於這一條白龍的眼位來說 可能就會有很大的影響 因為立有先手的話 最簡單的 我這沖完一點 這邊就產生出一個後手眼了 如果說他剛才的變化是這樣 如果這個立不是先手的話 上面就沒眼 所以這個一出一入差別非常大 那麼他這個白4這時候去利用的這個時機 也非常巧妙 因為就是我這一塊要急著找眼位 那這時候你為了不給我眼位 你一定會走這種黑漆 但是這樣我就已經獲得關子便宜了 如果這塊火掉了 那將來這個我都免費撈回家了 所以這個是他這邊瞬間去交換一下 的一個用意 非常巧妙的次序 趕快再出頭這樣子 所以他這邊下的非常細膩 非常值得學習 好那言歸正傳 黑旗沒有來這邊攻擊 步調有點不對 跑去打右邊 但是右邊這打起來就累了 因為白旗這塊很厚 那我們這邊簡單跳一跳 策略上也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這邊飛完分一下角之後 走到這個B 把上面做了強化之後 白旗就非常明確獲得這個優勢了 雖然他是可以靠出 但是白旗就簡單這邊走安定 其實就不錯 那這一條白龍 黑旗基本上不太可能來攻擊 反而是黑旗自己比較薄 那後面白旗就很好下了 然後震過來之後 我這邊本來想問他有沒有應該跳這個 不過 絕異也是認為應該長了 那長的時候我跳過來 他這個變化竟然是黑旗就直接脫線了 拐這個 那白旗先說頂一下 確保這邊活定之後 就把右邊再加補一手 但是這個變化我覺得 以人類來講基本不太可能下出來 因為你右邊就脫線 讓人家加補一手 這不是等於全死光嗎 基本上下不太出來 蠻奇怪一些變化 那他這邊飛過來的時候 我也在問說絕異 這個應該要怎麼做攻擊 因為我實在這個點次其實是失敗的 那絕異的想法竟然也很特別 他竟然是直接不做攻擊 直接先去走其他地方 那我們這個左上的變化又可以來看 他這邊的印法又不一樣 他改成22去夾 因為你這時候再衝下就很蠢了 因為 你現在白旗有沒有這個力的先手 已經沒差了 那你這樣子還立下 他被人家這樣搬 這木樹不是盔甲的對不對 所以 剛才如果有聽懂的話 現在應該就很清楚 能夠知道為什麼白旗這時候 改用夾的了 不過他這個黑六 還打裡面就覺得有點奇怪 可能應該直接下這個吧 直接下這個 就把他吃乾淨其實不是更好 不過他的想法可能說 打裡面的話 欸 將來也不能去斑毡啊 那有 就有點怪怪 我是覺得直接下這個就好 好啦 那總之 後續他是走到這邊頂完爬 就簡單收收關而已 可能覺得黑這一條即便活出 那 白旗 借留下面 和左下空 應該還是夠了 那我為什麼說我這個點是其實失敗呢 就是 我其實實戰後來也有發現 他如果貼這個的話 我不太 不太能衝斷他啦 如果衝斷的話 他這個直接打下來我應該是不太行啊 我這邊雖然有各種 打吃斑 但是他就都硬住我應該是不太行 如果沾的話直接一斑收氣 只是打完頂就不行 那如果說多斑一個好像也沒有什麼用 你沾人家還是斑啊 這個整個被收死了 所以我這邊是斷不下去了 那 這邊大家可以自行看一下 剛才如果白二有先擠一下也沒有什麼用 他就虎出 那我衝斷一樣人家還是打下來 還應該還是沒有什麼用 所以我這個其實失敗的 當然也不能說完全失敗 因為你點一下 畢竟還是有滅人家眼味的一個作用嘛 像他這邊 趕快 懸崖熱馬 趕快出個頭 那也另一方面把黑棋封進去 黑棋應該還是很難下 這邊 看起來 看起來要活是比較有難度啊 這個黑棋確實不好活 那即便能活 那白棋這邊撞一撞 這邊還有斷什麼的 不過立刻斷後面要打完衝 那不行 這邊頂一頂收收關爬進去 好像照橘翊剛才的勝率 好像白棋還是不錯 好 那總之實安黑棋沾這個應該算 最後比較明確的敗招了 至少我剛才如果貼的話還是比較亂一點 實安這個直接被衝斷應該比較沒有機會了 其實這個就算能活 那白棋這個收收關 這頂一頂 然後把外面兩顆吃一吃 可能黑棋也是不太行 那這盤其實比較重要的一些地方 包括像是在下面這一代當黑棋靠的時候 我應該戰鬥還是說回去兩種選擇的話 那我是實安這個班有點太過分了 他這邊其實就簡單打拔我就不太好 所以這個是值得需要計算一下的 那另外一點是在這邊的這個變化圖 首先是說他這個點次完應該要立刻跳E回去 那白棋這塊就有待處理了 他實在沒有立刻來攻擊不太好 那另外就是在決議的變化圖當中 他這邊的這個立完點的這個意思 這邊這個問應手 好那這盤安琪又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